马犬大哥 这个马犬这不是金毛 这不是金毛 我知道怎么样对他好 大家放心吧 对他好是要对他严加管教 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服从 这样你才能让他自由的去奔跑 不然的话你把他一撒开 见人就咬 见狗就打 那都是不对的 你知道吧 真正养狗的话 要文明养犬 出去就牵着 在我们农村的话倒是不用 在城市里面的话 因为很多人的话喜欢狗 但有很多人害怕狗 那狗一过去的话 他会吓得一尖叫 或者说动作幅度会很大 这种狗见到你动作幅度大 他第一反应不是逃跑的 而是攻击 知道吧 所以说的话 在城市里面最好不要养这种 最好是不要养这种 我为什么回到老家 是不是 把生意都放下来回到老家 因为这个货在城市里面 真的是有点吓人 就是我之前住的那个小区 那个小区 本来人家都在下面遛狗遛的 挺好的 我带着牛牛王子一下去 下面哪个狗毛都没有了 因为知道我们家俩好干架 而且干你架的都往死里掐 然后我叫什么 狗子干架 你说那么多人 我也不好当面去训斥他 也也不知道怎么办 知道吧 那我就没办法 那我就回来呀 回来之后教他呀 教他不要去干架 或者说 我说送的时候能够立马送掉 是不是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